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二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九课 第九课呢,在学习完上一节课所讲到的生词之后 我们将涉及到这一节课所要讲的句型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讲的句型主要是涉及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第一个部分 看一下这绿色框框当中 这两个词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词,对吧 首先第一个词,man,表示的是什么概念 表示谁,对吧 phi,是一个方位名词表示在什么什么里面 那么,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就表示说谁在什么什么里面 那,自然而然,如果我想要询问,把这句话当成一个疑问句的话 自然就相当于是我可以设想 我会想问,谁在图书馆里面 谁在房间里面 谁在家里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句型 就表示谁在某个地方 谁在某个地方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书当中呢,给出了三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课本当中七首页的句型第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三个词是什么呢 第一个 hojrati,darsi 这个词组是我们上几课所讲的第一个生词,对不对 表示教室,对吧 所以,这个跟这个词组和前面的这两个词连起来 构成了这个问句 man,fi,hojrati,darsi 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谁在教室里 这样的含义,大家可以写下来 谁在教室里 那么,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 我们上一节课讲生词的时候说过 这个教室这个词原本的形式是一个正片组合 那么,它的正词是hojrati 那么,大家关注一下 看这个正词,它的符号 末尾的这个字母符号 变成了什么? 亲事符号,对不对 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诶,我们在上上节课,第八课的时候 有讲过最后边的语法 我们有讲过 它这个fi,这个方位,名词呢 和后面的这个正片组合 名词构成的正片组合 就是形成一个二度的这个正片组合形式 那么,整个这个名词词组呢 相当于这个方位名词的偏词 那么,位于偏词的这个词 它的格位属于属格 那么,它的这个最后一个字母上的这个符号 就是七尺符号 好,那么,自然这个部分也就没有疑问 好,我们看下一个例 下一个 问句 那么,这个词组就让我们想到了 表示的是院系办公室 对吧 那么,组合起来 man fee maktabil kureti 就是意思说 谁在院系办公室 好,同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maktabu 正次它的这个最后的符号 要变成七首符号 追随它前边的这个方位名词 充当它的偏词 好,我们看第三个 gur fati en naumi 这个词就是gur fatu naumi的变形 表示的就是起室 卧室,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man fee gur fati en naumi 意思就是说 谁在起室 属于在卧室里 好,那么这几个词组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么这个问句 我们现在应该也已经摸清楚了 那么,当我们想要询问某个人 当然这个man特指的就是 人而并非事物 当然这是通常状况假 某个人在某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首先用特殊一文词man 引领这个特殊一文句 后面呢,加上相对应的 方位名词 你可以是vi,或是阿曼,我罗阿,阿曼曼,美曼,美曼,古老板 这些词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后面加上你所猜测的 或者说你所要询问的那个地点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这个询问某个人在某个地的这个一文句 好,我们往下看 那么既然有了问句 自然就有答句,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句是 man feehutrati darsi 谁在教室里 看下面这个回答 fihutrati darsi 这个端语 这个端语 就是所谓的这个方位名词的这个正片组合 表示的含义就是说 在教室里 这个后面这个词 tolibatun 那么这个词是什么呢 它就是tolibun 男同学的那个复述 当然通常我们知道阿拉伯语当中 通常会用一个阳气的复述呢 涵盖了阴性的这个复述概念 所以这可以称之为学生们 也就是说 教室里面有谁呢 谁在教室里呢 学生们在教室里 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我翻译成中文的这个顺序 学生们在教室里 之后我再为大家讲解 好,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man feehutrati darsi 谁在院系办公室呢 fihutrati darsi 在院系办公室里 有 asserti dertun 我们前面学习过这个词 叫什么 教授,对吧 它的单数叫做 usted 这是表示阳静的 男教授 那么它的复述形式 jama 就是这个词 asserti dertun 就表示教授 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在院系办公室里面 有的就是教授们 教授们在院系办公室里面 教授们在院系办公室里面 好,再看第三个文句 man feehutrati darsi 那omi 谁在卧室里呢 他回答 fihutrati nomi 在卧室里有 tori betun tori betun 它是tori betun 就是女学生的附属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卧室里有女学生 转换为中国的 这个中国人的说话方式 就是女学生在这个卧室里 好,大家看一下 这个问句当中呢 首先将这个疑问的对象 放在了这个句的开头 既然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因为本身这个man 就是一个特殊疑问词 来引领一个特殊疑问句的 那么后面它表示这个fi 表示一个方位,对吧 那么在回答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 这个后面这个方位 借次所引导的 就这里面所指的fi 这个借次所引导的 这个端有能 提到了整句话的前边 对不对 相当于把这话 感觉倒过来说 通常呢我们会这样说 说学生们在教室里 那么这句话 按照完全阿拉伯语的思维 就是说在教室里面 是学生或者有学生 那么这就是啊 这个 这个叫这个问句 或者是这个回答句当中特殊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在回答 某人询问 某人或某位在哪哪个地方的时候 首先对阿拉伯语来说 要先把这个地方 这个借次端语提到 整个句话的前边 这个其实在阿拉伯语中 也称之为道庄的名词句 名词句的道庄 大家可以记一下 叫所谓的道庄的名词句 名词句的道庄 之后我们在第十课会讲到 那么这个问题 也就相当于说我首先把这个位置地点 先提到了一句话的前边 把我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 重点东西 反而放到了这句话的后边 也就是有种道庄的意思 那么通常情况下这种道庄呢 也有种强调的含义 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要把前面后边的这个 我们所要形容的man是谁 在某个地方呢 放到翻译的前边 就是说学生们在教室里 教室们在乐器办公室里 这个女学生们在卧室里 这样子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学的第一个 举行用特殊一文词man来询问某人 或某些人在某个位置 然后呢回答的时候 要把询问在某个位置 这个方位名词所引导的 这个正片组合的词组 放到一句话的前边 引起一个道庄的名词句 把重点想要知道的对象 放到这个整句话的后边 这样的回答方式 好 大家跟我来一起 一个问句 一个答句的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跟读 من في حجرة درس في حجرة درس طلبت من في مقتب لكوريتي في مقتب لكوريتي كوريتي أسمى تذيذة تن من في غورفتي ألاو می في غورفتي ألاو می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校学的第一个句型 是这样子的,关于问话和答话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型是什么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问句 下面是哪句 看一下这个词 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拼读 这个词 这个词我们之前学过 对吧,是一个特殊语文词 表示什么,什么,对吧 就是表示什么,对吧 他后面加了一个 那么整个这个词组合起来 大家写一下,人人表示什么 当然它更多的是偏向语 偏执,物体,事物 什么,还是什么的意思 什么,还是一个语文词 后面,在什么声里面 这个词组 在卧室里面 在卧室里面 那么整合一下这句话就是说 什么在卧室里面 也就是翻译成中文 或者说卧室里面有什么 这样的意思 好,下面的答句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 我们知道这个方位名词呢 飞这个词,对吧 它是这样的含义 那么如果我在方位名词的后方 直接加上一个数个结尾的代词 它相当于是来代替了什么呢 非常好 就是代替了后边的这个偏词的概念 也就是所谓它的名词 大家注意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边这个嗨 它指代的就应该是这里面所提到的 Rourfati and Naomi 也就是所谓的寝室卧室 对不对 好,那么下面可能大家又疑问了 那为什么选择嗨不是呼呢 虽然我们知道像这个植物的东西 应该表示的是第三层单数的 但为什么不是呼呢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对于一个名词的正片组合 大家注意 它的这个性质是阴性阳性 是由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来决定的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 在一个正片组合当中 这个组合 此组的性质 由正词的性质来决定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正词是Rourfatun 那么黄间这个词 它本身是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整个这个Rourfati and Naomi 这个卧室寝室这个词组 就当做一个阴性的词组来看待 所以在F后面 来用一个数国纪文通代词来代替它 那自然就要选用嗨 好,这一点明白了 好,这个F嗨 也像就是F嗨 Gourfati and Naomi 还是大家注意到吗 这个答句的时候仍然把这个叫什么 询问在某个地点 或者是方便名词的词作 提到了整句话的前边 它后面接了什么 这是什么名词呢? 它是床 它的副数 床的副数 就是 床 然后还有呢 和和什么呢? 和什么呢? 那这个词是什么的副数呢? 书桌 所以说写字台 然后副数 F嗨 F嗨 Gourfati and Naomi Asirratun wa Mekatibu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句 Mekatibu Mekatibu 而且词位变成启齐 所以变成了 Al-Hagibati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Mekatibu Fil-Hagibati 在包里面有什么 好 再看后边这个 仍然是把后面的这一部分 Fil-Hagibati 提到了一句话的前边 但是为了避免呢 再重复一下同一个名字 所以选择了一个蜀格结尾成代词 接到了这个方位 名字的后边 因为Hagibati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这里面接的就是 Hag 对吧 所以是Fihag 什么呢 Kutubun 这个词是什么 A 单数是Kitabun 副数是Kutubun 是书 对吧 Wang 除此之外还有呢 A 这个词 Defatirun 单数形式是 Deftarun 本字 练习本 副数 Defatirun 对吧 那么所以这句话就说 Fihag Kutubun Wang Defatirun 那就是说 这个包里面呢 有书和练习本 好 大家 再往下看 下面这个 Made A A 什么 A A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一个借词 就是Fih对吧 终于换了一个了 好 看一下 A A表示的意思是 在什么什么之上 A 那在什么之上呢 看一下这个词 A Mek Tabi 它表示的就是说 在客桌上 书桌上 写字台上 那么这句话 Made A Mek Tabi 表示就是说 书台上 有什么呢 好 我们关注一下 咱们下看 这个 同样的 这个方位借词 后面这个偏词 我们为了避免重复 也可以选择一个 数个结尾人称代词 加以表示 通常情况下都是 第三称单数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判断一下 Mek Tabi 这个词 书桌 它是一个阳性 还是阴性的词呢 它是个阳性的词 所以我们在选择 这数个结尾人称代词的时候 自然要选择一个什么呢 选择一个阳性的 这个数个结尾人称代词 所以这里面加的是 A-Le-He 大家可能怀疑了 不对啊 我们之前学过叫阴性的是He 那么阳性是Who 对不对 好 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呢 在此 请大家记住 这里面就是He 没错 先这样记着 先记住 这个是A-Le-He 就表示在书桌台上 看有什么呢 Til-Fu-Nun Til-Fu-Nun是什么词 我们之前学过的 是电话的单数 对吧 它的负数呢 Til-Fu-N-E-T 对吧 好 那就说了 这个书桌台上呢 有一部电话 和 还有什么呢 这个词 calculator 这个词 所以整合一下 gal- HR ross-את-Fu-Nun 和 computer 就表示说 在这个 这个桌上呢 写字台上呢 有一部电话 和一台电脑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まだ 仍然表示什么 ale 在什么中之上 an jidari 这个词我们之前学过 第八课学的 墙 对吧 jidari 复述 judurun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墙上有什么呢 这个问句 好 看回答 ale hi 这里又选择hi 原因在于什么 jidari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字 所以这面选择的hi 记住这里是hi 不是hu 好 ale hi 后面有什么呢 它这个墙上面挂着什么呢 看 三阿吞 我们这课学的 它什么意思来着 有两个意思 一个表示中 一个是表 对吧 还有一个小时的概念 好 那么这里边 表现就是挂在墙上的 那不可能是小时 对吧 这时间挂不到墙上 自然就是一个中表 是吧 挂在墙上 所以它的单数形式 satun 复述呢 satun 对吧 记住 好 除了表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wa 还有什么呢 看这个词 haritun 这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名词 haritun 表示的是地图 单数的概念 单数概念 它的复述形式呢 haritun 大家应该整合起来 好 所以这句话整合下 alihi seatun wo haritotun 所以说就是说在墙上呢 有一块表 挂着一块这个一个中 还有那一张地图 好 这是下面这里 好 那么这四个句子 大家来看一下跟前面有什么不同 前面那句话是什么 我们询问的是man 对吧 表示是某个人 或者某一群人在哪个位置 那么下面这四个这个句型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东西 对吧 问的是某个定点 或者某个地点当中的东西 所以大家注意 当我们询问某个东西的时候 不会再选择man 而选择的疑问代词是med 大家把这个疑问代词都要记住 叫med 那么这个疑问句 表示说询问某个东西或某个地点当中有什么 或者是具体的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方式是 首先用med引导这个特殊疑问句 后面加上这个方位名词所引导的这个名词字组 或者说正片组合 来表示这个疑问句 那么在回答的时候 同样跟上面所讲的一样 会把这个所表示的地点 或者说你所要询问的这个位置 或者询问的东西放到一句话最前边 构成一个道中的名词句 那么通常情况下在这里边 我们会为了避免反锁或者是累赘 会把前面呢问句当中所表示的 比如说房间啊包啊 或者是这个叫客桌啊或者墙啊 这个名词呢 用一个蜀格接文称代词 接在这个方位名词的后边 来代替它这个偏词的位置 就比如说这fihai fihai和arehi 那么究竟呢 这个所接的蜀格接文称代词 选择的是哪一个 就要看这个 他所后面表示的这个偏词 方位名词后面所接的这个偏词 或者是这个词组 他所具有的心理词是什么 然后来决定啊 这里边 然后后边呢 再加上我们所要知道的重点的内容 比如说med究竟是什么 比如这里面的床啊 课桌 然后以及书 或者是本词之外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尤其需要强调的强调的一点就是 在这个方位名词构成的这个正片组合当中 如果他后边充当他偏词的这个名词 不单只是一个词 就像这个golfetti naumi 是一个名词构成的正片组合 那么整体这个正片组合呢 相当于偏词的地位 那么在选择什么样的啊 数个结尾人称代词的时候 什么样的性别啊 什么性质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名词词组看的是谁 看的是这个名词词组之内的正词的性质 比如说这个golfetti naumi 看的就是golfetti 它的性质是阴性 所以我们把整个这个名词词组就当作是阴性的 所以后面选择h 好 这一点大家注意 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学要的这个阿兰 当在表示什么什么之上的时候 这个概念的时候 啊 如果后面他所表示的啊 他所接的这个偏词 就这个名词 其后所接的名词呢 是个阳性的名词 那么在回答句当中 为了避免重复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数个结尾人称代词 也就是啊 第三人称单单数的啊 阳性的这个词 呼来 表示 来替代后面这个名词 但是记住 在啊来后面加上呼之后 它的读音要变成旗帜 也就是所谓的 阿雷亦 阿雷亦 而不是阿雷呼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个专门的一个叫读音规则上的变化 那么之后呢 我们在语法部分 和语音部分 语音规则上面 这方面呢 会给大家介绍讲解 那么 这就是第二部分 啊我们的句型 好 再看啊 最后一类句型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选到第三种句型 啊 大家要坚持住哈 这一刻我们许续的内容会越来越多 那么 会让大家的知识更加的融会贯通 基础的更加的多一点 那么会发现 我们之前学了生词之后呢 在学后边的这个句型 会帮助我们理解 会减轻了很多负担 对吧 嗯好的 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第三种句型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前面的生词部分 就是在上几课当中呢 着重讲了很多 关于什么时间的概念 对吧 有啊 中啊 小时啊 天啊 昨天今天明天啊 对吧 星期啊 还有从星期一到星期 日 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我们就猜测出来 这一节课 我们肯定会涉及到一个句型 那就是询问时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询问的时间 究竟是怎么来问的 怎么来表达的 那么它究竟问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问句呢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问句 啊 日识框框里面代表的是这个问句 好 首先来看 它是用哪些词构成的 好 第一个 那 啊 我们都知道了 见过好多次了 它就是一个特殊译问词 表示什么 对吧 后面这个 我们在这个单词表当中呢 知道加入问词之后 表示的可以表示今天的意思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表示说确实的某一天 对吧 好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括号里面呢 我们暂时不看 跳过去 非 方位名词在什么什么里面 非什么呢 看后面这个词是哪个词 哎 它就是我们上几个学的生词当中的 哎 星期 周 的那个单数形式 USBUN 因为在非方位 啊 名词后面的名词 啊 处于偏词地位 所以它这个要前面加贯词 词为辩论旗 啊 这个形式变化 所以它就变成了 FIL USBUN 而已 表示就是说 在确切的 特指的某一周内 啊 是哪一天 好 整合一下这句话 啊 今天 啊 是不是 今天是 什么 今天是什么 什么 今天 FILUSBUN 在一周当中 OK 一下明了 什么意思啊 今天周几 对吧 今天星期几啊 啊 今天在一周当中是哪一天啊 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啊 要许第三个句型 就是询问啊 今就是某一天 在一周当中是星期几的这个问题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括号里面的这两个词 对吧 第一个词是什么 MC 我说过它是固定形式的 表示昨天 对吧 ELEREDU 表示是明天 还有另一个词叫什么 形式叫REDEN 那么REDEN呢 这个词我可以说 告诉大家 通常在句子当中呢 充当的是一个啊 时间状语 因为它处于一个宾格的地位 看到它是开口符号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一句话当中 我们询问啊 me后面通常接的就是一个啊 确实的名词的主格形式 也就是说词尾是要用U这个符号来 那个结尾的 当然这里面MC 我说过它是个特殊的名词形式 所以暂时不管它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这个啊 这个问句 我们就可以问到什么了 不单可以问今天哦 我还可以问昨天 也可以问明天 是星期几 对吧 所以呢 问今天星期几 就是说 me al yomu fi le usburi 那问昨天星期几 me al yomu fi le usburi me al yomu fi le usburi 啊 问明天 me al yomu fi le usburi 好 那就是金明 啊 金卓明啊 三个 而这边特别还要强调就是这个 emsi啊 昨天 大家能看到这个al yomu 今天讲了观词 al yomu 明天也讲了观词 但emsi没有讲 我刚刚说过 他自己就是固定这个形式 这个人特别就顽固 就随着那种 老顽固 固执得不得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想改变我 我就想这个样子出现 你管我在句子当中什么成分 我就想这个样子哈 所以呢 大家这个部分呢 既帮大家解复了 同时呢也是 让大家也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哈 那么这就是问句了 那么回答的时候要怎么回答呢 哎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啊 首先这句话是 al yomu 他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 今天对吧 好 今天什么呢 ok 下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soul的词 让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吧 它们都什么意思呢 yomu scepti 周六 yomu l ahadi 周日 yomu l ihnayni 周一 yomu thul thai 周二 yomu l arwi ai 周三 yomu l hamisi 周四 yomu l jumat 啊 上节课我有讲过这个阿拉伯人他们的休息日是哪两天 哎 这个周日 啊 周五和周六 对吧 周日相当于是周一是要上班的啊 或上课的 大家注意 好 那么这个答句它是针对的是哪个 问 哪个问题呢 大家能猜到就肯定是针对于这个问题 对吧 问的是今天的manyomu 就表示今天是星期几的时候 那么在答句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今天这个词 放到这个答句的句首 然后加上今天所指的星期几 组合起来又相当于是 比如说哈 我们看一下 对于我来说今天呢 就是星期四 那么我的答句相当于说 啊 啊 先问啊今天manyomu fulu story 今天周几啊 我的回答是什么 周四周四 找找周四在哪里啊 在这里 那我回答就是manyomu yomu l hamisi 那么就是说今天是周四 好 那么相比较而言啊 啊 那么如果我问的是昨天呢 manyomu fulu story 那么相对应的什么 这个yomu就要变成mc 对吧 mc 那么今天周四 昨天就是什么呢 周三对吧 所以mc yomu l hamisi 就是说昨天是周三 那么这个前面所引领的这个词 也要随着你所问的这个啊 时间发生变化 那比如说换成明天manyomu fulu story 那么明天是周几啊 那么我就换了manyomu l hamisi 明天就是周五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学的第三个的句型 就是针对于啊 问句 问句表示某一天 表示的是哪一天 然后呢 这一天在这一周当中是星期几 那么回答的时候对应的啊 相对应的这个日期 这个星周期啊 周日啊 周期啊 这个我们所表达的这个表达 好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啊 我来问一个回答 然后你们在心里面给我一个回答 好不好 我问一个问句 你们回答一个 manyomu fulu story 今天周几呢 你就可以回答了 你就可以回答了 今天周一 ok ok 今天周六 今天周三 这都是可以的 好 如果你刚刚说今天是周一的话 那么 明天就是 al yomu yomu sule zai 啊 这样子如果说你说是周日的话 那么 明天就是 al yomu 注意这里面 这里有变换 al yomu 对吧 那你这边啊 昨天就是谁啊 中一呗 所以就是am c yomu sule zai 如果说昨天是周日 啊 不是 今天说的是周日 那么昨天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午呗 所以就说am c yomu sule zai 好 那么刚刚我就是为大家做了一个例子 那么如果说你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语办 就partner 进行练习语音 并没有关系啊 这个不要担心 你同样可以一个人一个人进行对话 如果觉得搞笑一点 大家可以把那个手指啊 画一下 就画成两个人嘛 然后对着进行交流这样子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需要我们进行反复的训练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三个句型 那么第一 我们从头来回顾一下 那么第一个句型就是询问 某个人在某个地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man 特殊疑问词 然后加上一个 方位名词所引导的一个 所引领的一个正片组合 来提起一个疑问 回答的时候呢 要把这正片组合 提到这句话的前面 构成一个道庄的 名词的道庄句 然后呢 重点要回答的部分放到了后边 而且采用的就是 它的一个泛质的形式 不消加贯词 就是本身的形式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询问某个物体 或某个东西 或某个地点 有什么什么的时候 有一个med 这个特殊疑问词 加上一个 仍然是名词 构成的一个名词 方位名词的正片组合 然后呢 引领一个疑问句 回答的时候 仍然是把这个方位名词呢 提到这句话的前边 构成了一个名词的道庄句 那只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里面为了避免重复 可以将这个方位名词 后面的偏字呢 由一个相对应的 性和数相对应的 数隔阶尾人称诞词 然后加以代替 后面加上 这个我们要询问的 这个具体的内容 当然这些名词 还是泛质的形式 好 那么第三个句型 就是关于询问 某一天在一周当中 是星期几的问题 那么在上一课当中的 升级当中 我们已经为大家讲了 从周一到周日 所有的这个表达方式 那么在询问 某天星期几的时候 我们这一课 主要的句型 针对就是三个 表示今天星期几 昨天星期几 明天星期几 那么在回答的时候 今天的时候 就要用Alium 作为一个句子的title 加上星期 如果问的是昨天 就用Alium 作为一个title 加上星期 最后如果是 表示明天的 那就用Alium 读 然后做一个开头 加上每个星期 希望大家课下 进行这个不同的训练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一节课 我们要讲的内容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 这一第九课 关于对话的 这个讲解 那我们就这一刻 讲到这里